由紐約中華總商會主辦 華布商業改進區 亞美成人日間護理協會 紐約重政會協辦的 2022華布街訪文化節 將在10月22日星期六 早上11點到下午4點 在華布地微臣街舉行 旨在通過宣揚亞裔文化 推動地方經濟 繁榮華布 為民眾提供一場有趣的活動 因為疫情已經3年 所以我們在困境之下 這次有機會能夠舉辦這個街坊節 是等到喬包和我們的社區能夠繁榮 希望盡了我們商會的能力 還有在各方面的僑社 還有很多朋友來支持我們搞這個活動 希望這次會成功 希望現在成功我們繼續舉辦這個 希望大家最多的支持 華布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地方 有各式各樣的美食 有各式各樣的藝術單位 有各式各樣的不同的人群 都在我們華布地區 所以這個文化節呢 我們也希望跟附近的意大利 我們的西班牙的文化 能更進一步的交流 我們將來把這個華布變成一個更美 更好 更快活 更適合居住的華布 我們很期望這個街坊節帶動這些人氣 對我們華布的經濟有幫助 我希望這個街坊文化節就會很成功 讓我們可以多些人回到我們桃園街 還要恢復我們疫情之前的人出現的 很高興我們這次 有一位中華總商會 能夠順利舉辦這個 2022年華布街坊文化節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有這麼多人對我們的支持 希望那時候大家帶上小朋友一起過來玩樂 讓他們認識我們這個傳統的華布 謝謝大家 唐人街頭一次有舉行 把這個Division街把它封起來 然後專門做這個文化節 那唐人街大家都曉得 現在最缺乏的就是人氣 還有一些鼓勵的大家的 就是說能夠康復 回復這個福興 所以希望大家來參加 過一個愉快的週末 差不多有三年的時間了 我們華府太安靜了 對我們的商家 對我們的這個中華文化的傳承 你對我們這個整個這個文化上 各方面的傷害都很大 所以我非常感謝中華總商會 振臂一呼 讓我們社團十幾二十幾家 還有幾十個商家來參與這個活動 主辦商希望通過本次活動 促進牧林互助 並為華布的商家搭建一個品牌展示 及推廣的平台 讓更多人認識紐約華布 二零二二華布街坊 文武八節 原來相同